第781章 记录艺人的美好生活 雷红 身材高大 金色短发坚硬如针 瞳孔完全是雷霆符文化成 像是不规则的 树立起来 他拎着一块墨盘 闪电交织 这是该族最古早时期传下来的违禁物品 虽非他打造 但在他手里两个纪元都多一些了 他在空间外部探查 盯着那块血肉看了很久 然后一闪身 进入秘境中 刘明 银发女子 灰发男子 目送他进去后 转身全都跑了 三人非常谨慎 听从一人雷红的吩咐 划成三道闪电消失在深海 海面上 王轩无比期待 刚才雷红带着闪电 横观夜空 一头扎进那片海域中 动静巨大无比 他自然看到了 近代一人大战爆发 可是 等了半刻钟 海下十分平静 根本没有一点波澜 连个水花都没有荡上来 这是什么状况 该不会进去后就让人得多了吧 直接吞食了 他怀疑 闪电授族的老祖 是不是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按理来说不至于 毕竟 雷红手中掌握有一件质宝 即便是遇上狠茬子 也得打出违禁级的波动 他决定稍微靠近那片海域 仔细观察与感应下 下方到底怎样了 杀阵图本是超凶之物 是为杀生而炼制的 但现在大才小用 被他用来遮蔽自身和陆无法的契机 会不会太危险 陆无法虽然是一个纯粹的修行者 但并不代表他木讷 现在觉得半师路人甲胆子太大了 在干什么 要接近兄弟 观看一人大战 不久前 他已经被告知 神秘空间中的残骸还活着 可能要狩猎 无妨 稍微凑近一些 不会真正进入战场范围内 王轩说道 果然临近那片海域后 他就停了下来 在这里 他动用了初步获取的能力 鼎鼓遇到话 将符文引入双目中 加持精神天眼 看得更远 这样的话 也更隐蔽了 不至于被那种超然的存在觉察到 再加上阵图遮掩天机 没什么大问题 情况不对头 到现在为止 海下进一片祥河 空间裂缝那里非常安宁 根本没有战斗 他真的有些不解了 该不会是残骸自负实力无匹 掌控一切 并没有急于下手吧 想等待我们两个去报信 并引来一人 然后一块下死守 王轩做出这种猜测 离去前 他为了稳住那个神秘存在 确实曾给对方 造成这样的心理预期 我可能暂时救了雷红一命 他胡乱琢磨 觉得有那么一线可能 突然 他瞳孔收缩 看到一抹流光 在深海中横掠而过 悄无声息地临近神秘空间 正常的超凡者很难看到 便是他的精神天眼 若非引入遇到纹理 也不见得能捕捉到那种诡计 又一位艺人 前行逆踪 逼近事发地 嗯 不对 他是 王轩心惊 暗自凛然 那是另外一个雷红 若无法经历过异变的双目 这次并没有看到新来的雷红 可见这位艺人隐秘性多么的惊人 王轩严肃戒备起来 他有些感触 一海垂吊者 不愧都是滋身钓鱼人 一个比一个谨慎 着实不容易上钩 可以说 这种老活都很阴险 这是在互调吗 想都不用想 第一个进去的雷红 应该是他的化身 或者是炼制的傀儡 第二个才是真正的他 他们一人拎着一个雷到末盘 这样里外相合 可以发挥出 这对完整至宝的真正威力 阴阳雷霆末盘对轰 违禁及力量会极为甚人 第一个进去的雷红 站在黄铜山前 正在盯着残骸的脊椎骨 第一时间铭记其内运的神圣纹落 此时 残骸比以前更安静 没有丝毫异常 遇到纹理更加的内敛了 闪电兽卒的一人雷红 很有惊喜 就这么站在这里观摩 没像他和刘明等人说的那般 拔起黄铜山 取走神圣尸骨 外面的雷红则拎着主墨盘 安静地立身在深海中 就这么守着 深吻啊 王轩探道 神秘空间中 那个残骸保持一段寂静后 突然爆发 他没法继续忍了 不可能让一位强大的一人 长时间立足在此地 观他的核心之密 五百米高的黄铜山上 残骸遇到纹理交织 对内部的雷红下手了 他无头 仅有右腿 有双肩却无手臂 相当残破 但是 他的脊椎大龙极尽璀璨 至高纹理 蔓延向残体各处 血肉再生 恐怖无边 正在参悟对方脊椎的雷红 立刻挥动手中的磨盘 迎击这位骇人的对手 现在可以确定了 这是一位顶尖的艺人 而非真圣 毕竟 那种存在实在过于缥缈 只在传说中活着 当 残骸并非赤手空拳 他身下的黄铜山 四分五裂 从当中 飞出一件超级围巾物品 神圣法背 通体 洁白晶莹 他绽放大道之音 竟压制下了雷道 至宝磨磨盘 发出的雷霆之音 整片神秘空间爆碎 大战这才开始 整片地带就被击穿了 毁掉了 外界 雷红的真身冷笑 手持主膜盘动了 轰的一声 向着破碎的神秘空间杀去 以欲道化的雷霆 披向残骸 然而 下一刻他毛骨悚然 在他的背后那里 出现一颗头颅 还有一只巨大的拳头 向他后脑轰来 此外 那颗头颅的另一侧 还有一条手臂 在虚空中探出 手中持着另外一枚神圣法背 温润中带着至高纹理 释放恐怖的倒音 雷红惊悚 对方掌握的围巾物品 同样是一对 看起来像是一对神圣贝壳 其实是一对洁白的脑膊 神秘的艺人 其身体分裂成两部分 各自持长有一件 两者隔空可以共鸣 对轰 释放出的大盗之音 极尽可怕 一海动荡 沸腾 这是在八百里深的海下 可是经围巾物品碰撞 瞬间而已 这片破碎空间上方的海水 便蒸干了 直接被打没了 煞时间 他们就到了海面上 来到了星空下 不只是厉害 一个比一个狠 早先都在藏着掖着 王轩惊叹 虽然没有进入战场范围内 但他还是向后退去 顷刻间 重新涌动过来的滔天大浪 填满了那片真空地带 汪洋起伏 浩瀚无边 战斗极其射人与激烈 雷红炼制的傀儡身崩碎了 这才刚交手而已 便挡不住顶尖一人的猛攻 路无法满脑门子冷汗 他在那片海下参悟了36年 从来都不知道 那块血肉的主人还活着 近带猎物临近 他觉得 自己能活到现在 是个奇迹 王轩安慰他 残骸要掉的是一人 根本就不会在意他 他大概是在养伤 没有急于付诸行动 顺其自然 讲究院者上钩 王轩认为 对方十分沉得住气 事实上 想掉一人没那么容易 很难让对手上当 如果刻意安排 多半会被人推演出来 有所觉察 所以 这位大佬很沉静 慢慢养伤 等待自然被发现 对这种极数生灵来说 别说数十年 就是数百年都算不得什么 毕竟是熬过 不止一记的强者 残骸的躯体合一 身上依旧血肉模糊 而有些部位 还是白骨状态 有皮肉的地方也血淋淋 不知道他当年 遭受了怎样的重创 伤口中有不灭的符纹 难以愈合 现在 他左右手各吃一件 洁白的脑膊 碰撞在一起 倒则连一横扫而出 压制的雷红的那对 磨盘释放的雷霆 都暗淡了 混沌闪电溃灭 两人生死搏杀 雷红鸣显落在下风 不是对手 扑得的一声 脑膊发出的一条 玉道化光束 击穿磨盘演化的雷海 并在雷红身上 留下一个血洞 两人速度太快了 虽然惊动了 一海中很多强者 但是没有多少生灵 能够看清他们的战斗状况 瞬间 他们离开海面 进入星空 遇到纹络交织 比群星还灿烂 还要辉红 布满了夜空 这一刻 人们什么都看不到了 只有刺目地光 直到最后 夜空恢复过来 许多人发现 雷红亮枪倒退 一条手臂被绞断 没了 他那只手中的 雷道末盘击碎行星 翻飞出去 被他强制性地接引回来 再次对敌 可是对方的 脑膊太过害人 属于超级违禁物品 夜空又一次 被无尽神圣的纹理淹没了 取代了朱天星斗 到处都是遇到画符号 两人生死搏杀 这一次 雷红小半截身子消失了 血淋淋 其中一个末盘更是爆碎 被那超级违禁物品 脑膊毁掉了 雷红的本体是闪电兽 拥有世间急速 可以穿梭时空 但是今天他却逃不掉 数次尝试顿走 都被截住了 只能说 出手者是一位顶尖艺人 实力恐怖的下人 让他遭遇重大的挫败 为党灾连至宝都毁到了半截 王轩凛然 这种老货 平日一个比一个沉静 都想掉对方 但是一旦开战后 又一个比一个凶猛 比年轻人凶残多了 连至宝都打到崩碎 夜空中 两人飞纵而过的区域 一些小行星先后爆开 下一刻 神圣之光再次绽放 遇到画纹理扩张 笼罩夜空 取代星斗之光 覆盖天宇 无比耀眼 同时 那种威压让人窒息 许多人站立 瘫软在一海中 一动不能动了 人们知道 又一次最强对决开始了 违禁物品 脑伯和剩下的那个雷道 制宝末盘 全被激活到最强状态了 咔嚓 无论是一海中 还是星空间 都听到了这样一声轻响 那是道泽神韵传递出来的 可怕声音 第二块末盘也裂开了 被超级违禁物品 脑伯正式击碎 部分残片被它收去 也有末盘碎块飞走 比如 王轩这里就坠落下一大块 激起滔天大浪 被它毫不客气地 用正途给收走了 天语不取 反受其咎 流金岁月 记录美好生活 手机奇物自动漂浮出来 对准星空 选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 开始拍摄 这是 路无法移证 都没有能够提前感应到它 这个通讯器自动就出来了 我把它炼制成一宝了 王轩淡定地解释 但心里快骂死它了 天什么乱 它最讨厌的就是 流金岁月 记录美好生活 因为 它几次都差点被手机奇物 当成遗体来拍摄 很明显 这个凶物 预感到雷红要死了 现在开始记录 所谓的时代缩影 一人美好年华的最后余遇 当星空中 神圣的遇到画纹落暗淡时 满天星斗再现之际 这次王轩看得真切 捕捉到血淋淋的战况 雷红又失去一部分躯体 上半身只剩下一小段了 它断裂下去的血肉 竟是被对面的顶尖一人吞食了 当神圣遇到画纹里 再次划过夜空 遮盖灿烂的天雨后 那里安静了 光芒散去 道运消退 露出深邃的星空 夜色中的身影不见了 空空如也 大战结束 一海寂静 各方都震撼无比 说不出话来 人们知道 闪电兽族的一人老祖雷红 今日被击毙了 尸骨无存 应该是被人吞食了 连该族的至宝雷到末盘都破碎了 彻底毁掉 这绝对是撼动星空的大事件 流经岁月 谁能永恒 我只负责记录 又一位一人消亡 美好成为记忆 鱼玉鸟鸟 终将消散 手机奇物发生 第782章 历经圣洁不死 他在记录什么生活 陆无法发呆 觉得陆施炼制的这件一宝 颇为另类 不过他又理解了 心有所感 道 的确 一切美好 终将成为回忆 鱼玉鸟鸟 在岁月中无可奈何地消散 他产生共鸣 发出感慨 认为陆施赋心怀星空 记录大时代的缩影 留下艺人与大事更迭的余裕 王轩一把攥住手机奇物 心中骂他 听道路无法的话 他又不得不矜持地微笑 然后将此凶物 迅速塞进储物的伏地碎片中 雷鸿死了 这是超级大事件 短暂寂静后 嘈杂声席卷一海 无数人热议 接着 海面上各种超凡通讯器都在发光 消息第一时间传向外界 闪电兽族的艺人战死 被手持脑膊的顶尖强者收割 引发各方震动 无数目光一起投来 本石一海发生的事 开始在外界发酵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艺人的背后 涉及到的是一个文明 非常严重 消息在猛烈地传播 快速蔓延向星海 当然 事发地还是风暴中心 毕竟 各方的反应都没有那么快 想过来的话 路途也实在太遥远了 老祖 海面上 流民震惊了 身体在站立 脸色发白 雷虹老祖 竟然惨烈飞升 但是 这和他所期待的得到飞升 完全是两码事 现在他彻底绝了 跟着鸡犬升天的心思 银发女子脸上 没有一点血色 双唇都在发抖 这对闪电兽族来说 不亚于天塌地陷 艺人战死 质宝被毁 称天支柱断了 灰发男子瑟瑟发抖 早先他们三个 虽然明面上不鞠躬 但内心却认为 尽了一份很大的孝心 帮了自家老祖大忙 可是转眼间 就要为艺人老祖 披麻戴笑了 一海起了大雾 王轩躲在阵途中 无声地远离那片区域 是一路无法保持平静 继续折服 整片海域都给他 很危险的感觉 那位实力顶尖的艺人 不见踪影 绝非离开了 而是依旧处在 狩猎过程中 甚至 有那么一刻 他都有些心头悸动 又已遇到其覆盖 自身何路无法 退出去很远 那种不安才消失 他意识到 那位顶尖的艺人 收割掉闪电兽族的 老祖雷红后 在施展可怕的秘法 寻找他身后的艺人 他在那片空间 秘境中说过 去找艺人做主 很快就会回来 言下之意 靠山就在一海中 这位顶尖艺人 想要连着出手 袭击再吞噬一位艺人 来恢复自身 而且 这次不是钓鱼了 而是要直接用大网来捞 明着去杀 星河灿烂 但海面却阴沉沉 覆盖上了大雾 很多人都强烈不安 深感恐惧 淡淡的虚影 横贯一海 急速而过 让所有天际生灵都惊悚 感觉全身的血液 在瞬间被冻住了 他们意识到 是那位顶尖艺人路过 冰冷的目光锁过之处 让他们产生一种星空塌陷 世界末日到来的压抑感 一对雪白的脑搏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海中 流动着萌萌光辉 巡视天上海下 这一刻 竟无人敢出声 无人敢反抗 因为 一人雷红的血还未干 雷到至宝 磨盘 被击碎后 还残留着盗则余韵 谁敢迎风 现在各方都能确定 这是一位最顶级的艺人 实力强横与恐怖无比 当下谁站出来都要死 事实上 这件事惊动了海族 在那无尽海底深处 有恐怖巨公处立 其中的生灵被惊动 但最后 只是默默仰头观看 没有妄动 脑伯 这对法器来头甚大 海底有声音传来 然后 便彻底沉寂下去了 没有海族艺人出现 可见 这位顶尖强者的来历 确实惊人 没有人拦阻 他急速掠过 在一海寻觅 轰隆 最后 一海上的大雾散去 这位顶级艺人 驾驭挠博 没入璀璨星空 撕开了空间 直接消失 他离开一海 果断而又干脆 他非是海族 只是在这里养伤 如今泄露行踪后 瞬息远行 踪迹渺然 上一个超凡中央世界 被放弃时 各路强者争渡 真胜对决的战场中 都以为他死了 没有想到还活着 除却他自身足够强大外 属于顶尖艺人 还因为那对脑脖 毕竟是一位 陨落的真胜留下的质宝 海底深处 巨宫中传来 海族艺人的低语声 整片海面 不再暗淡与压抑 大雾散开 重新倒映出漫天星斗 所有人都长出一口气 稳住 再等一等吧 王轩没敢立刻跑出去 现在外面肯定乱了 没必要第一时间去趟浑水 随着消息传播 新海终于被引爆了 无论怎么说 艺人与质宝同时被毁 都是了不得的大事件 很快 有人牵头调查这件事 甚至 有超脱室外的势力被惊动 因为脑脖来头太大 被确认为真胜遗物 想不引起轰动都不行 数到流光降临在一海 彻查此事 而且 海底最深处 最古老的巨宫也打开了 有海族艺人出现 来到海面上 双方会合 暗中交谈 而后在这片海域寻觅 随后又没入星空 没人知道谈了什么 查到了什么 数日来 一海都不平静 真正的重点是 那对脑脖 比一位顶尖艺人 引起的波澜还大 一些明镇星空的大教 都在暗中追寻与调查 显然 什么都没有查到 数日后 在这片海域出没的身影 开始减少 闪电兽族的人来了 悲愤无比 带着哀意 镇教制宝碎了 唯一的艺人被击毙 当作血肉大药被吃掉了 这对于该族来说 强大的根基崩了一半以上 老祖生前是个体面的人 后市定要办得风风光光 有超爵士 清零一海 主持这件事 接着 他们调查其中的详情 有人看到 老祖是因为 接到族中晚辈的消息 才从一海深处赶回来 去探那片空间秘境 彻查 究竟是谁送的消息 很快 刘明 银发女子 灰发男子 就被扒了出来 被要求立刻去见族中长辈 将事情说清楚 三人忐忑 内心焦躁不安 虽然不是他们害死一人雷红 但是 事件却因他们而起 三人怕被迁怒 然后 他们三个跑路了 当日 刘明三人被通缉 闪电受阻很多人怒不可遏 对他们展开追杀 我们冤枉 只是想尽一份孝道 根本没有想到 会出这种事 在逃亡前 他们三人大吼 然后一头扎进海中 暂时销声匿迹 整片星空中 各教都在热议此次事件 三人的辩解传出来后 让各方都露出异色 带动出极许波澜 更有人感慨 一代艺人雷红 也算是个狠角色 竟被几个子孙给孝敬死了 来自星空和海底的联合调查组 虽然离开了 但是海中依旧很乱 王轩准备再等上两日再出去 王轩和陆 无法尝试进行修行 效果不理想 无论是海中 还是空中 都不时有生灵急速飞过 在此期间 王轩研究手极其物事发现 它上面的一个图标 近日头条 对它闪耀 在吸引它观看 它尝试去点 依旧打不开 但是却可以看到 它自动飞快闪过的快讯简介 它还细分了板块 包括艺人动向 底层趣纹等 甚至疑似有非常模糊的真圣区 被云雾遮住 大争之势 纷乱出险 近期艺人遇袭事件频出 有这样的消息 快速流动而过 然后 王轩的脸色 就来回变了数次 因为 转顺时的画面 接连数件都和它有关 猴子偷逃 圣元被偷逃 不得不说 那些快讯都是标题党 怎么吸引艺人关注怎么来 在那迅速消失的文字图片上 王轩看到一只老猴子 咆哮着 仰头看天 头顶的金色毛发缺了一撮 夺损 来自黑白熊的愤怒 虽然 看不到这条信息的详细内容 但是王轩知道 它们的又和它有关 九灵洞的猫又丢了 当扫到这条后 它不禁去看了一眼 被封在阵图中的 那只淡黄色小猫 月圣湖的黎灵艺人 艺人朦胧 心那的妃子与污天夜会 一师西式奇物 他大致扫过后 发现有数起事件 都和他有因果 艺人雷洪惨死 对手掌握有真胜遗留的质保 脑伯 真相竟然是 王轩大怒 看不到后面 断了 他没有阅读权限 我怎么才能随便查阅 王轩暗中和手机 奇物沟通 他回应道 自身境界最少要提升到天级 并且得到认可 然后绑定身份 才会获得部分相应的权限 怎么被认可 他详细询问 比如 按时去地狱 滚 王轩立刻结束对话 他觉得 这件凶物王他之心不死 始终惦记那些破事呢 又忍了两日 他准备出去了 一海比前些天安静不少了 不至于那么躁动 到处都是飞行的身影 一座岛屿上 卓燕然深感晦气 非常不满意 这趟一海之行太不顺了 来了 就遇到一人陨落的大风暴 不得不躲在一边 安静地折服 哪里有座战舰 四处打对头书星 早知道如此 我还不如去和心安的去斗呢 大鹏鸟金语劝他 道 行了 身为你的闺蜜 最近压力都很大 大半都被你捶了一遍 你就不怕他们 联手暴凑你一顿 卓燕然点头 最近我感觉到了 心安的 可能就想这么做 没别好主意 所以我没去 玄天探道 你们可真是塑料姐妹花 遇上是 第一个就想黑对方 打对方 女人真是复杂 路人甲到底在哪里 我最想捶她 卓燕然在岛屿上走来走去 竟显魔鬼身材 但清秀的面孔上 则是难掩战意 真得很想打人 玄天洁白的龟甲发光 道 别冲动 多个朋友多条路 路人甲很厉害 一旦进入天际领域 那便是飞龙在天 找到他后聚下 一起坐下来喝酒 比什么不好 我估计 他也是和我们一样 因为一人之战 而暂时躲起来了 但很快 应该就会出来 那也得先让他吃我天际领域的两全 先哭一个给我看 卓燕然摩拳擦掌 王轩和路 无法从阵图覆盖的区域 入出部分身躯 谨慎地朝着各个方向 看了右看 有情况 路无法一惊 有人急速 从海下冲了上来 竟是他们 王轩讶异 拉着路无法在进阵图中 躲了起来 怕打草惊蛇 海下有三人在逃亡 满身是血 身负重伤 有些快坚持不住了 这数日 他们多次被阻击 九死一生 我不行了 伤了本源 银发女子说道 哗啦一声来到海面 我也坚持不住了 根基被斩了一刀 灰发男子面无血色 刘明没开口 同样跑不动了 他面色阴沉 突然 他觉得不对劲 海面有些异样 有危险在临近 不得不说 他的感知非常敏锐 王轩和路 无法直接从杀阵图中走出来了 发现那三人身上 有多处前后透亮的血洞 确实很惨烈 是你 刘明森然道 带着怒意和杀鸡 这种暴怒 让王轩觉得莫名其妙 对方三人将他堵在那片空间秘境中 怎么反倒一副 是他欠了对方的样子 杀了他 刘明寒声道 瞬间 银发女子第一个出手 向前扑杀 因为他很清楚 和双方结了死仇 根本没法化解 尤其是 如果那两人在这里大吼一声 多半立刻又会引来追兵 让他惊恶与新良的是 刘明说杀了路人甲 结果自己直接跑路了 灰发男子也是如此 转身就顿 你们两个 还是不是男人 他愤怒与心伤无比 扑的一声 哪怕他全力对抗 但还是第一时间被格杀了 伤势太重 连重组肉身和元神都做不到 王轩和路无法追杀 剩下的两人 也都是重伤之躯 没什么威胁 扑 灰发男子被路无法追上 很快就毙了 形神俱灭 刘明满身都是雷电 原本拥有急速 奈何逃了几天 筋疲力竭 根本不具备那种惊人的顿速了 他被王轩堵住 一语不发 眼冒凶光 开始拼命 诶 那边有动静 我去 路人甲 居然离我们不是很遥远 也在这片海域 远方 大鹏鸟金与飞在高空中 眺望到了前方海面的争斗 走 我们立刻过去 卓妍然来了精神 跃上高空 随后 他们看到 天极领域中赫赫有名的人物 刘明 满身金色雷霆绽放 玉石巨坟 去和对方死磕 结果却被路人甲来了个摸头杀 王轩习惯性释然 给他的头部来了一下 砰的一声 将其头盖骨翘飞出去 扑的一声 最终 刘明的元神 也被他那只手震碎了 雷霆浮纹猛烈爆发 将这片海面 都给蒸腾得不见了 天极领域的名人 刘明 瞬间惨死 玄天咽了一口唾沫 感觉这个路人甲越来越凶了 他回头看向卓妍然 道 还要去 将他打哭吗 第783章 希望下一季 还能有金石磁井 连天极生灵都不是 那么若 如同打一个小屁孩 有成就感吗 卓妍然扬着雪白的下巴 回应道 此季 他清纯的脸蛋上很平静 没什么战意 像是不愿意大蹊跷 玄天回头看他 心说 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扬言要让路人甲 吃你天极领域的两极重拳 先打哭再说 金鱼也看向他 露出一色 寻思着 这不是你性格呀 你们两个什么眼神 卓妍然不满 他们三个明显误判了王轩的战力 看到他轻易 就给刘明来了个摸头杀 着实吓了一跳 他们并不了解 刘明此前身负重创 根基都受损了 连着逃亡数日 哪里能还进行最激烈的搏杀 所以 哪怕最想捶王轩的卓妍然 在海面尽头 朦胧地看到王轩的凶悍后 也直接怂了 他怕捶人不成 反被捶 现在星空中 他的某位黑闺蜜 已经再造他的谣 说他被打哭两次了 最近数日 一海中的人可不算少 今天他真要被路人甲 给抱走一顿 万一落泪 那就没得洗白了 三位 真是有缘 我们这么快又相见了 王轩眼尖 很早就看到了他们 隔着长空打招呼 事实上 他已经做好准备 要和卓妍然来 一场彪悍 而有凶残的二番战 既然狭路相逢 不可避免地遇到了 那他也是豁出去了 谁怕谁 血拼一场 所以 虽然在打着招呼 但是他的眼神特别凶 盯上了卓妍然 不仅昂起头颅 连眼角没梢都扬起 带着煞气 玄天 金语心中咯噔一下 暗自心惊 这个路人甲果然凶猛 好战成性 这才遇到 就要挑战在金书预测上 留名的卓妍然 他们感叹 猛人就是猛人 从没见过这么凶残的真仙 卓妍然也是心头一跳 感觉太可恨了 他才软化 改变主意 不想和他在一海发生冲突 结果对方刚见面 就赤裸裸地挑衅他 他真想一拳轰在他的面部上 教育他做个温顺的真仙 灭了他的凶悍气焰 但他最后还是克制了 因为 他真心没底 彻底误判 担心反被爆锤一顿 玄天打圆场 啊 陆兄弟放松 上次不是说了吗 再次相见 一起喝酒 把酒言欢 你和刘明血战后 到现在还没解除战斗状态 煞气有点重 金宇更是点头 也跟着笑道 是啊 超凡剑哪有那么多的打打杀杀 没有什么在酒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 情况好像不对 对面没有死磕的意思 王轩看了又看 又盯着卓妍然 发现他也没有出手的意思 很平和 这和他了解的信息没对上 他看向路无法 从这位半途口中听闻 最近两个月卓妍然很忙 坐着战舰四处打闺蜜 连被怀疑黑过他的闺蜜 都被他一路垂过去了 王轩觉得 自己作为正主 他没理由不报仇 王轩确认 对面真不是要找茬 都很平和 也立刻给予正向回应 好啊 找个地方 我们通饮几杯 玄天和金宇连声说好 提及远处 有个巨大 如同陆地的岛屿 可去那里捶掉新鲜的海味 进行烧烤 再配上几滩鲜酿 对着星河畅饮 听着深海迷雾中 海妖的凄美歌声 别有一番意景 好 今夜不醉不归 对酒当歌 回归真我 超凡路上多曲折 珍惜三五好友 小聚的美好时光 只此星夜 你我神游太虚 共画下一集 他们来到这座一眼 望不到边的庞大岛屿上 还没准备食材呢 就隔空虚碰了一杯 气氛已经渐渐有了 卓妍然也矜持地举杯 迎着星光 看着玉杯中的美酒 一饮而尽 灿烂星空下 他一袭黑色长裙 将美好的身段 衬托的恶挪动人 曲线分外优美 但面孔却清秀白皙 轻力出尘 卓仙子 过去的都误会 如那星空下的 风卷过海中的雾 呼的一声 全吹散了 王轩走来 叮的一声 主动和他真正碰了一杯 并且 他张口一吹 海面残留的雾丝 全部流散 海天一色 星空倒映 分外灿烂 卓妍然内心纠结无比 他其实很想吹此人 结果还碰杯了 还要在这夜色下 共饮美酒 实在是没有想到 当喝下雨杯中的美酒后 他才想到 那些黑闺蜜知道 他在今夜和路人甲举杯共饮 不知道还要怎么船呢 快来这里 竟有海神杯 滋味甚是鲜美 吃上一枚 就想长流一海 不愿离去 药效虽然不高 但却是人间的极品美味 连超爵士和艺人都喜欢吃 玄天喊道 他站在岛屿边缘的崖壁上 直接就吊上了一颗发光的海背 末盘那么大 流动着皎洁月华般的柔和光芒 这片海域中 也出产稀有物种龙蟹 最合适不过 来 你们看 我吊上来一只 金羽提上来一只圆桌大的金色螃蟹 居然长有龙鳞 清洗过后 当场以蒸火烤熟 揭开蟹壳后 里面灿灿的蟹黄 绽放黄金光 香气扑鼻 顿时又发了几人的食欲 很快 这里酒香扑鼻 他们不断垂掉 加工美食 畅饮仙佳酒浆 喝得无比尽兴 就是不怎么爱说话的路无法 这个纯粹的修行者 也主动举杯 在今夜放开了胸怀 大口痛饮 今天 卓妍然刻着冲动 没敢和王轩对决 但终究有些郁闷 只能借着饮酒 在夜空下舞剑 瞬间 剑光三万丈 他并未发力 就与星月争辉 名副其实的天仙起舞 他对着遥远的星辰刺出仙剑 假想为路人甲 暗中算是出了一口玉气 顿时 连附近海域都有人关注 鼓掌称赞 这边剑光绚烂 舞姿太动人 深海中 海妖放歌 悦耳动听 当然也有几许七碗 容易勾起人的心绪与幽丝 颇事不凡 来 来 美酒 真摇在前 更有美人起舞 海妖清歌 执子之际 怎能不醉 王轩和的心怀舒畅 有些放松 主动和他们一一碰杯 道 希望下一季 超凡中心更迭后 我们在另一片大宇宙 还能共影 能有金石刺景 卓妍然清纯的脸蛋顿时微黑 他刚才已见光刺星辰 当做路人甲再次呢 怎么便成为他起舞了 好 下一季 我要在那新的超凡中央大世界 成为艺人 玄天直接抱着酒坛喝 哈哈大笑 连呼痛快 再饮几坛 祝下一季 我们都成为艺人 金羽喝得兴致高涨 又从储物的伏地碎片中 取出一堆酒坛 都是仙家沉酿 终有一日 真圣领域会有我之名 卓妍然自语 也拎过酒坛 连着喝了三大口 借着酒意 有些小骄傲 仰着雪白的下巴 邪逆了王轩一眼 对 就要豪气一下 我们要预胜 王轩点头说道 真没多想 因为他们家里 就有一个叫王玉胜的 所以他也因锦土豪情 结果 卓妍然清秀白皙的面庞 瞬间黑了 很想立刻和他决一死战 还好 玄天应变很快 大叫道 海下有奇物 等我 扑通一声 他跳海了 分散了众人的注意力 接着哗啦一声 水花翻动 他又上来了 喊道 看我捉到了什么 这是真谣中的真谣 非常稀有的羽黄虾 绝是美味 那是一只长着火红羽毛的大虾 足有五米多长 周身灿烂 熠熠生辉 还真有些像一头火红的飞黄 来 共享此气真美味 他当场烤熟了一半 顿时浓郁芬芳扑鼻 荡漾开来 又生切了部分 讲究最质朴的原汁原味 味道真仙 芬芳入口即化 确实是人间难见的美味 王轩赞叹 一口美酒一口美食 在星空下 在海岛上 听着海妖的歌声 他无比地放松 也正是在这一刻 他心头一动 今夜境界关卡又松动了 若是强行破关 可以立刻实现境界的提升 但他选择平和相对 没有直接冲关 决定和前几次一样 让道横满了后字一破关 顺其自然 确实是真谣中的极品 陆无法也在点头 他看着海面突然一惊 曾经因病变 而化生出的一对奇异神眼 看到了海下的状况 低声惊呼 还真鱼 在这片海域 这种无价奇物非常罕见 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 今夜居然意外发现一条 很大 足有十几米长 太难得了 追啊 金鱼发呆 而后立刻画出本体 成为一只金翅大鹏鸟 向海中扑去 你喝醉了 在海里你没那么快 取出鹏骨车 唯有这种拥有急速的战车 才有可能追上它 玄天喊道 至于让它追 肯定失败 那种鱼太快了 自带时空规则属性 超凡者纵然是偶然发现 也无可奈何 它直接甩开吊钩 进行猫鱼 万一要打中呢 对 各位快上来一起追 金鱼喊道 取出由该族前贤 以自身一段 蕴含道运的 真骨炼制的战车 连卓燕燃都心动了 它没上车 自身背后遇到话的纹理交织 出现一对金银透明的蝴蝶神意 直接去追 王轩则是二话没说 直接入海 它身上穿的衣袍 乃是沙阵图所化 暗中稍微催动 没有流转出去混沌器与沙翼等 直接破开水面追赶 它很有经验 当初在海底 从来都是抛弃吊杆 直接肉身入水追鱼 果然它占据了领先优势 接近了那条海针鱼 速度这么快 真凶残 金鱼和玄天心惊 真仙惊比它们还快 陆无法心中有数 这道路师身上有张神秘阵图 估计是借此破开了一海 一路领先 事实上 还真与很难捕捉 它不断变换方位 如同在穿梭时空 王轩很自然地 动用了自身的遇到画纹理 几被大龙发光 拂纹腾空而起 没向头颅那里 这是实力的展现 手段的运用 也是在修行 这样的运转 在它的身体内 具现化金色蝌蚪蚪 龙蛇并起 让它的道行 也跟着缓慢有所提升 因为 它本身就处在破关之前了 现在有了更进一步的感觉 它一路追赶 最终 一跃而上 来到了赤霞璀璨的 还真鱼身上 一把抓住了它 确实足有十五六米长 非常巨大 属于此类中的真品 王轩盘坐在上 感应着自身奇妙的变化 脊椎绚烂 龙腾之势不可阻挡 玉道化纹理 进入头部 和专属于自身的 核心印记共鸣 它要蜕变了 更上一层楼 同时 由于玉道化的纹理 全面被激活 它也有了 极取奇异的感觉 脊椎骨上的符纹 渴望还真鱼蕴含的 神秘物质滋补 它心头一动 盘坐鱼身上 直接炼化一块 通红发光的血肉 汲取神秘物质 补充所需 它深知 还真鱼 对于走玉道化 道路的人 有很特别的妙用 现在它顺其自然 果然 脊椎大龙被进一步激活 所有纹理都无比清晰 并非常上头 和鼎鼓共振 极其璀璨 王轩第一时间 用正途捂住自身 遮掩遇到画纹理 不想引起别人窥探 还真鱼自然被王轩干掉了 已经停在这片海域 金羽 玄天 鹿 无法乘坐捧鼓车 追了下来 都颇为惊异 谁和我说的 守着海岸边上 能吃到最新鲜的海味 我感觉还是差了一个断位 唯有在海中追着鱼咬 这才是最新鲜的吃法 玄天探道 有道理 金羽点头 申表认同 卓燕然没搭理他们 而是露出一色 道 它破关了 更上一层楼 我猜测 它此时在遇到画 因此 途中就开始以害真鱼来补所需 刷的一声 王轩睁开眼睛 有神秘的遇到符文 在眼底深处一闪而视 它站了起来 正式进入真仙八重天 道横提升了一截 肉身和精神都有所蜕变 各位 一起去吃 还真鱼咽 王轩提着这条大鱼 它汲取了部分神秘物质 但最起码 还剩下八成吸针的血肉 金羽喊道 好啊 今夜 真是运气爆棚 海神贝 龙羡 羽黄虾 现在连无价奇物 还真鱼都抓到一条 幸运啊 再去喝酒 很快 他们回到庞大的岛屿上 玄天发现 路人甲这次进阶 并不是进入天际领域 还在真仙境界 顿时被震惊得不轻 对方还没有走到真仙的尽头呢 怎么会这样凶猛 卓妍然的脸色 也是第一次变了 颇为震惊 唯有鹿无法还算平静 他知道 这位路师的遇到画 和别人不一样 在真仙境界时就复古了 而非流于表面 路兄弟 你现在的道行 到底有多深 要不要去试试 在真仙领域 去轰这座岛屿边缘的龟首峰 玄天窜多 据他说所 那座雄浑而又庞大的山峰 从来没有真仙能够撼动过 便是天际高手也打不动 很多人以此山峰 来检验自己的战力 都想轰裂他 玄天咬指 远方的海岸边 有一座无比庞大的山峰 像是龙龟出水的头颅 还真像啊 王轩说道 眼中有遇到画纹里流转 盯着巨大的山峰 突然 轰隆隆的声音发出 天摇地动 那座巍峨的大山 竟转过来了 那似乎真的是活着的龟首 巨大的头颅 隔着很远 睁开眼皮 顿时有山石滚落 他看了一眼玄天 道 当年 你太爷爷这样找人 来打过我的头 你太爷爷的玄祖 也找人这么干过 还有你 那话语声像是雷鸣 震动的一海浪涛翻天 玄天当时就猛了 这巨大无比的山龟头颅 连着说出一串名字 有些早就死了 甚至有的玄龟死在了上一季 您认识 我家那些长辈 玄天狂艳唾沫 心中发慌 很想逃跑 是啊 你太爷爷 你太爷爷的玄祖 后面是一大串名字 都是玄龟族史上 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那庞大无比的头颅接着开口 他们和你这么大的时候 也来过这里 从小看着他们变大变老 很多龟都死了 我 玄天猛中发猛 第七百八十四章 圣者为王 玄天猛了 这座岛 确切地说是这只龟 送走了他玄龟族的列祖列宗 这是什么时期的古龟 金羽画出本体 准备扶摇直上九万里 跑路而去 主要是太神人了 堪比一块浩瀚陆地的岛屿 居然是一头活着的龟 卓燕然诗神 曾经和黑闺蜜们一起游过此岛 掉到海中 西真奇物后在这里庆祝 可是脚下的大地居然是个活物 这么壮阔的龟 活了那么久 大概率是个资深一人 王轩袍袖斩动 第一杀阵徒略微复苏 随时可以纵天而去 连眼神都一样 当年你爷爷的爷爷的 也都是曾经这么看着我 天穷上 那庞大的龟手开口 话语声隆隆 头颅和眼皮上 都有巨大的石块滚落 砸落在海中 激起冲天大浪 玄天晕菜 这位活化石 见证了多少个时代 他既震撼 又伤感 玄龟族人口数量稀少 死去的都是直系祖先 皆是鼎鼎有名的世间名归 却都被眼前话识龟给送走了 岁月 天才 最不值钱 总在重复 一查又一查 一代又一代来了又去 萌芽了又凋零 鲜活了又腐朽 巨大的话识龟开口 问声问气 像是雷霆轰鸣 他并没有什么危险契机 广袤的陆地之躯很稳 只有那雄魂如同大月般的头颅在动 岛上几人心中烧鞍 没有飞天去 王轩出神 据他所知 一海 启元海等 也会随超凡中心转移 届时会杀红海水 这老龟莫不是存在几机了 他暗叹 这还真是桃花衣旧孝春风 上一季今日此海中 龟面浪花相应众 玄族列祖列宗不知何处去 陆龟依旧处理汪洋中 壮阔的化石归道 还有 金色的小鸟家族 你们家一代又一代仙人 当年也没少来 都是不安分的主 总喜欢站立在我头上 彰显自身飞的高 最过分的是 有鸟在我头上拉屎 我的 祖宗啊 鲸鱼掩月 那都是什么年代的祖先 都干了什么事 不会怪罪在他这个后带头上吧 也就是我睡着了 不然的话 鸟脑袋 我给他打成狗脑袋 老龟虽然慢吞吞 但声音震耳 有肿气吞一海的苍茫霸气 卓妍然暗自庆幸 自家组上没有那么多事 不至于被揭断 然而 下一刻 他们这一脉也被揭底了 化石归道 你家仙祖中 有人哭塌了八百里真胜残功 也有人哭得死亡沙漠洪水如海 还有人哭得纪元末年血泪滔天 是真能哭 还是有些恐怖啊 你们这一组 整体本分木呢 喜欢苦修 没什么黑点 化石归也给路无法这一族 来了据点评 前辈 你是不是我们玄龟一族 失踪多年的老祖宗 玄天开口 眼神热切 无比的期待 该族的出祖失踪两三计了 当年离开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玄龟一族能走到今天着实不易 还好后面又出了未遗人 不然的话 根本无法随着超凡中心转移 早就被遗落在被抛弃的旧宇宙中心了 神话腐朽后 注定归于平凡 不是 远亲而已 老龟回首 那可顶入天穷的巨大头颅 如同石化了 覆盖有土石 长着草 他回思道 他是玄龟 血脉金氏 我仅是一只凡龟 虽然同生在一个时代 但境界上落后他太多了 老龟并不回避 他血脉很差 天赋一般 完全是靠熬岁月 最后才渐渐变强起来 印证了圣者为王这句话 那您知道 我家老祖宗去哪里了吗 是否还在 玄天进一步问道 颇为稀迹 当年的龟祖 那可真是强横无匹 无限接近真圣领域了 那遗迹 即便是放眼整片大宇宙 玄龟族 都是超级霸主即存在 小时这么久 估计死了呗 化石龟平静地告知 对于生死之事 早已习以为常 因为他见到了太多 目睹过宇宙星海 第一天纵之子的生灵惨死 也看到过一人中 无对手的顶尖霸主 一息间崩面 还曾远远地看到过 真圣公莫名燃血炸开 死了 玄天诗神 族中一直都有些念想 希望有朝一日 玄龟出祖再现 重新归来 现在 这个神秘的老龟 活了不止一记的存在 却这么淡定地告诉他 那人已经死去 让他叹息 当年 他去冲击真圣境界了 可那个领域过于飘渺 实在太难度了 这么多年 他都没有出现 而超凡中心世界 都转移两三次了 他留在旧世界 不可能成功 应该是当日冲冠失败死去了 故此没能跟上超凡中心 意气转移的节奏 再也见不到了 老龟说道 虽然早有猜测 但玄天还是有些失望 王轩动容 真圣领域 似乎远比他想象的 还要艰难 玄龟族的出祖 已经极致强大 但依旧死在 接近更高层面的路途上 前辈 您的境界 达到了什么高度 卓妍然忍不住 开口询问 这该不会是一位龟圣吧 毕竟 他活得太久远了 最起码有几记了 没多少个 比他更古老的生灵 是生生熬上来的 老龟没有隐瞒 直接就告诉了 他说自己是艺人 并不让人意外 主要是这座岛屿之身 实在太磅礴巨大了 一望无影 随后画石龟又补充 这座岛屿是我的本体 但当年蛻变时 被我舍弃了 只与一缕残念附着在上 各方道友 还算给老龟面子 一直没有人毁掉他 这种话一出 让岛屿的几人都颇为吃惊 现在的岛屿 不算是他的主身了 唉 当年舍弃这句笨重的屈翘后 我那心身提出了一点状况 后来又遇到纪元末年大劫 伤得颇重 我都不知道 如今他在什么地方 希望活得还好吧 这是他脱下的旧壳 难怪都被土石覆盖 并长草了 常年横跟一海中 非是真正的一人在此 小友 我看你有点眼熟 老龟回首 空洞的双目看向王轩 终于将目光投在了他的身上 王轩凛然 有种感觉 老龟很可能主要是想找他 在此过程中 画石龟头上 有陨星般的石块脱落 砸向海中 溅起的浪花 形成大雾 遮盖在这片天地中 放心 外面没人能窥探到 老龟开口 盯着王轩 此地与外隔绝了 王轩一直没吭声 就是不想引起他注意 没有想到 最终 还真是被他重点关照的对象 他微笑开口 其实 我这句被舍弃的躯体 以及那一缕残念 之所以在今天复苏 就是因为你啊 虽然容貌不一样 气质截然不同 但是 我就是有种感觉 你很像一个人 说不出道理 确切地说 你们骨子里的某种 生命气息有点像 王轩心中不安 老龟的目标果然是他 可是 他确定自己和他 没什么交集 我以前和前辈并不认识 王轩说道 画石龟道 大带两击前吧 曾有个人大战星空中 又血战一海 那一亿他被围裂 身负重伤 最后 他在老龟我的头上 戳了个窟窿 躲在当中 是老龟我帮他遮掩掉 最后的痕迹 蒙混过去的 王轩心头泛起波澜 他自然已经想到 一个人 该不会是从未见过面的 兄长王玉胜吧 老龟接着道 当年 刺青宫高手进出 还联合了一些顶级道统 追杀这个神秘人 实在是惊天动地 当听到刺青宫三个字时 王轩心头一沉 这也是他 未来要面对的大敌 他那位从未谋面的兄长 被围剿 曾血战星海各地 当日 他手持一柄材纸刀 真锋利啊 直接就抛进我头中 我帮他掩盖住破绽后 他曾经说过 欠我一个人情 必有后报 这么多年过去 不知道他有没有去找到 我的新身体 给予回报 帮其聊至大道根基之上 嗯 他最后告诉我 他真实的名字叫王玉胜 但平日不怎么用 材纸刀 昔日在母宇宙时 王轩的父母提及过 那是救生的遗物 被他大哥得到 此任无间不摧 王轩听到这里后 虽未动声色 但是内心却掀起滔天波澜 在超凡中央大事件 第一次听到自己兄长的消息 其名字与事迹很激烈 撼动星海 染着血 过去很多年了 不知道他到底怎样了 显然 那一战并不是在这片宇宙发生的 还是就宇宙中心的血战呢 漫长岁月过去 他去了哪里 王轩心头沉重 为兄长担心 前辈 我不知道王玉胜 他究竟什么状况 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问道 不可能透自己的底 毕竟他并不曾真正了解老龟 你什么也没说 反而来套我的话 老龟看了他又看 道 不管你承不承认 我觉得 你和他骨子里 有相近的生命痕迹 他想了想 道 你是他转世回来了 还是他的后人反祖了 别告诉我 你们有相同的父母 那样的话 但我什么都没说 老龟我有点害怕 王轩哑然 这老龟还真是脑洞大开 相隔不止一记的人 他都敢联想到有相同的父母 估计也就是这种生活节奏慢吞吞 熬过无穷岁月的生灵 才会有这种龟氏思维吧 当年 临别之际 王玉胜曾和我说过一句话 嗯 你要是和他无关的话 那就算了吧 没必要说了 老龟淡定地提了一嘴 第785章王玉胜的处境 老龟在哪捏 王轩姑娘了一下 这么大 堪比陆地般壮阔的一头龟 真打起来的话 肯定惊天动地 会引起海族一人关注 算了 他不喜欢打打杀杀 忍了他吧 爱说不说 我总觉得 你们骨子里的生命 痕迹相近 想知道他说了什么吗 老龟洪大如山岳的头颅 偏转过来 仔细打量着他 我虽然很好奇 但真没见过王玉胜 不知道他的过往 你愿意说与否 都请随意 王轩开口 确实不知道兄长的人生经历 当然 他心中很牵挂的 尤其是知道 赐清宫所有高手齐出 联合各顶尖大教委 剿王玉胜 让他心头格外沉重 按照老龟所说 那次的宇宙星空大战 很激烈 杀到一海 血战过后 王玉胜离去 再也没有出现 神龟虽兽 有有进食 龟中有一死 有些话我不想带进棺材里 还是说出来吧 主要也是 我认为 你们的生命特质很像 王轩没求他说 老龟反倒主动了 不想藏着掖着了 他说 想家了 但回不去了 那时 他血淋淋 身负重创 每一步落下 都是一个血脚印 他坐在我身上 眺望虚空 王轩听到这种话语 眉头猥琐 不在意老龟是否在观察他 他意识到 自己的兄长 面对的大环境很不好 让人揪心 他说 赐清宫是某个阵营中的一员 迷雾中的对手 实在太强横了 有超脱室外的生物 老龟在转述 显然 王玉胜的处境很不好 接着 他告知了王玉胜 很决绝的那句话 将来 我得站到真圣领域中 不然没有活路 更无法去屠上 这是王玉胜的留言 彰显了他的决心 也揭示了他所面对的可怕情况 我想念家乡了 梦见父母 真想接你们过来啊 他再次上路时 曾这样自语 王轩仿佛看到 自己兄长前路上的景象 荆棘与鲜血遍地 一座又一座 如同大山般的可怕敌人 横跟前方 我一直在想 王玉胜是有了乡愁 在特殊的残酷环境下 思念亲人 还是想请来极为强大的援手 老鬼开口 看着王轩 接着他又叹道 王玉胜都那么强了 还有父母在世吗 王轩没搭理他 思绪飞扬 为自己的大哥担心 为他而忧 感受到了他的部分心情 只身一人上路 独自面对有真圣的至高阵营 那条路很不好走 必然要留下血色的凌乱脚印 独身斩敌前行 注定十分艰难 好了 该说都是说了 为的是和你结个善缘 将来要是有一天见到 或者从地下挖到我的那具新躯体 务必帮忙治疗 我觉得我还能挽救一下 老鬼说完 便转过去了 那雄魂如山岳般的巨大头颅 不再开口 闭上眼睛 寂静无声了 同一时间 四野浪涛落下 大雾散去 不再与外界隔绝 王轩重新出现在陆无法 卓燕燃几人的视野中 刚才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有一片水雾 什么都看不到了 前辈你怎么不说话了 玄天不解 有些迷惑 金羽扑朗朗陡陡落身上的海水 也一阵怀疑 刚才突然就被水雾隔绝了 时间不早了 咱们想用完这条海针鱼 也该上路了 王轩开口 他萌生去意 在一海待的够久了 出来两个多月了 该得到的奇物等 差不多都不活到了 来 一场饕铁盛宴 还针鱼啊 这可是价值连城的稀有奇物 玄天高兴地说道 几人都知道 食用此鱼 对走欲道化之路 有很大的好处 接下来 这片地带火红霞光灿灿 还针鱼被分割 从鱼头汤到烤鱼 再到生切 各种吃法都有 饮尽最后一杯酒 我们下次再聚 王轩开口 趋意已决 好 下次好好聚 对了 陆兄弟你 如果没事的话 最近一年半在别远行 到时候会有一场聚会 除了一人子弟外 可能还有缥缈的 超脱室外的道统 你明白吧 那种地方的人 有可能会出现 对 保持通讯器畅通 别到时候联系不上 玄天和金宇都先后开口 提醒他别错过 王轩怀疑 这该不会就是 黑孔雀圣山的晴空长老 所提及的半年后动身 要去参加的某个盛会吧 你现在还没走到真仙镜头 卓妍然也难得地 主动和王轩说话 清纯动人的面孔上 露出一色 他也是在今夜看到 王轩破关后才知道 他居然没将这条路 走到尾声呢 确实让他吃了一惊 还略有潜力可啊 王轩微笑着说道 看到他那张略带矜持的面孔 卓妍然顿时想一拳 胡在他脸上 怎么看都觉得 他这是在炫耀 孔雀开平 玄天探道 陆兄弟真是生猛啊 放眼整片星海 我都没听说过 有几个真仙 可以强到这个地步 在盛会上 若有真仙论道 你必将大放异彩 一招奸明动星空 陆无法直接点头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陆师傅到底多厉害 在真仙境界 遇到话文里就已经复古 而一位顶尖一人的 脊椎大龙的秘密 陆师不足半日 就全部观摩完毕 烙印进心神中 鲸鱼点头 道 你一定是超常规破线者 再加上提前上落 我觉得 可以在这次大会上争一争 即便遇到从未知之地 走出来的真仙 也不见得会败 卓妍然也看了他一眼 道 大争之事 论到胜出者 有很大的机缘 其实 王轩不怎么感兴趣 他很清楚 自己未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不想过早地 进入某些人的视线中 当然 如果能够合理的 不至于很出格 不会被某些莫名的生物盯上 他也不介意下场干掉一些人 比如刺青宫 还有他所在阵营的一切成员 真要是有他们的传人出现 找机会全都给打杀掉 他为自己兄长担心 目前 他也只能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打遍这个时代 那些应景的对手 金宇 玄天等人 毕竟也是好意 不了解他的情况 王轩自然附和着点头 笑着感谢 表示已了解 分别之际 手机奇物添乱 又自动飞出来了 选了个角度 要为他们一起拍照 王轩想钻碎他 这是想给他们拍几体一照吗 流金岁月 记录大时代下的回忆 它还发生了 王轩腻歪 却不得不为他洗地 兜着 这是他炼制的一宝 结合了科技智能 目前还很粗糙 笑一笑 那个女人 说你呢 张嘴喊茄子 不要冷着脸 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手机奇物作死 竟这么提醒卓妍然 我 王轩觉得 替他擦屁股 快忙不过来了 显然 卓妍然认为 这是他控制智能通讯器 在数落他 手机奇物快速拍摄 定格下一张合照 甚是满意 说 这是在捕捉时代的脉动 很有意义 你该不会是有所预感吧 难道要出事 我们这些人都要死去 王轩暗中严肃地问他 世上谁人能不死 大争之事 一切都有可能 不过这次我不做预判 只是在纷乱前 捕捉一些值得回味的画面 说完 他给那庞大惊人 处理到云层中的老龟的头颅 也拍了个特写 惹得老龟心有所感 有些狐疑 分开前 着艳然的通讯器发光 他接到密报 信安的召集部分女子 准备伏击他 让他都顾忌了 真怕被人堵住抱锤一顿 啊 他们联手了 玄天和金玉 惊讶后多无言 王轩听闻后 笑着问他 需不需要他帮他 去打个路闺蜜 瞬间 着艳然的脸色就黑了 傲人的身材 因呼吸急促 而有些起伏 曲线惊人 然后转身飞走 没有搭理他 几位再见 王轩也直接飞顿远去 他暗中和路 无法提前打过招呼了 提醒最近别待在一海 谁知道那位顶尖艺人 是否还会回来 路上 王轩和手机奇物交涉 他原本在黑孔雀圣山上 结果瞬间被一条怪鱼 掉进了一海的海底 现在怎么回去 你得负责送我回去 他已经了解过 一海距离黑孔雀圣山所在地 最起码隔着二十几片星域 路途太遥远了 这次 手机奇物倒是很痛快 没闹幺蛾子 告诉他回海底 从哪里来的 还从哪里回去 王轩以阵图防身 贯穿一海 又来到了寂静的海底区域 面对的是灰蒙蒙的天空 混沌物丝流动的苍穹 无有侍者横神照 超凡开门 在海底 手机奇物居然神叨叨 念起了咒语 初闻这句话 发觉那竟然是排在 前五的围巾物品的名字 王轩的心 着实被震动了一下 很快 他认为手机奇物在装模作样 想暴打他一顿 随着手机屏幕上 某个图标发光 成为一个旋转的灿烂光运 海的这一侧 灰蒙蒙的天空 确实打开了一道门 出现一个混沌漩涡 刷的一声 王轩穿行过去 回归现世中 他有些出神 就这样回来了 二十几片星域 原本相隔无比遥远 现在抬脚迈步 就回到了原点 他立身在黑孔雀圣山 这座山顶城市的 独门小院洞府中 很安宁 解除出口的封印后 他推门而出 外面朝霞灿烂 洒满院落 住在隔壁的少年狼天 听到动静后 第一时间跑过来了 热情地问候与行礼 二爹 你每次闭关都要好久 这次说短暂思索个 修行上的问题 一下子又过去了两个多月 又长高了一些 王轩看着他 而后问道狼欢五行天呢 我爹看你总是闭关 他也发愤图强了 关闭洞府 苦袖一个多月了 他准备将头上的三根 采雨练成三大道体 将身后的五色神语练成五行世界 充分积淀 将来一举冲销而上 成为天极高手中 赫赫有名的人物 狼天告知情况 王轩笑着点头 想了想 给他们父子 割了一大块银色怪鱼的肉 这种东西可不本源 是无价奇物 他没有送还真鱼 因为他们 还未走遇到化之路 根本用不上 现在服饰纯属浪费 稀释神物 王轩道 好好修行 当年和你一起 从神朝中带出来的神卵 甚至是圣卵 都出世了 不知道如今有多强 不久后 你们大概率会有切磋与对抗 关于狼天的身世 他和狼欢都没有隐瞒 也根本瞒不住 都如实地告诉了他 十一年过去了 狼天已经是一个少年 陨石海时空逆境中 圣庙那里的争斗 竟还没有落幕 实在惊人 我知道 同辈中 我不出任何对手 和二爹一样有信心 就是 我爹有些拉胯 狼天说到后来 赶紧压低了声音 生怕狼欢出关听到 当然 他又补充了一句 道 我爹走的路 好像有些不凡 从头上往下跳大汗 尾巴上的五行神光 更是能自洽必还 生生不息 要是能够积累足够身后 他没准可以走 大气晚成那种路线 王轩吃了一惊 两个月没见 这个少年懂这么多了 这是我血液中的 一些道运复苏后 让我知道了这些 狼天挠头 一副淳朴少年的样子 事实上 这孩子绝对不木讷 很机灵 只是有意低调而已 王轩沉思 以前是戏言 说有圣乱 其实是代指一人的亲子 现在看 狼天似乎真有些不凡的跟脚 嗯 你去吧 以后若是能觉醒什么 遇到话之路 可以来和我探讨 王轩将他打发走 接下来 王轩没有走出去 专心在洞府中闭关 琢磨自己的路 研究遇到话纹里 此外 他开始很严肃 与认真的参悟一部 至高点集 《星河洗身经》 这部经文的来历 实在太大了 是王轩身上已知的 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 真胜遗留的至高金片 当初 卓妍然猜测 他是投校海族的奴人 给了他残篇 想要算计他 王轩肉身成仙 且走出了自己的 遇到话之路 体质强大的离谱 若非这样的话 练此经文残篇 真会出事 这部点集 太过恐怖了 高深莫测 不过很可惜 最后卓妍然 给他补全后 也只是完整的上篇 而且明年 这一篇最后三重镜 几乎无人可以练成 确实精妙 了不得啊 属于至高练体密集 王轩翻阅后 忍不住赞叹 精益玄傲 有诸多独到之处 可惜 没有下篇 据说这是从陨落的 真圣洞府中寻到的 隔教争锋 寻找下部 都很失望 劲不可得 王轩没有立刻去练 而是反复研究 他觉得 这部点集对他有很重要的意义 最后的三层心法 没有错误吗 很不好练 难怪挡住了后世人 人们将他放弃了 王轩皱眉 星河洗身经 哪怕只有上篇 名气也巨大无比 可惜 最终挡住了参悟者的脚步 让人又爱又狠 他很奇异 一旦练了此经 想要摆脱他 被自费由此经所练出的种种奇景 会折损部分道横 才能挣脱出来 不急 我得研究透了 王轩没有急躁 时间很快 一转眼过去了三个月 他闭关的洞府门外 被人留下精神信奸 兄弟 该动身了 我们即将去先见 然后再去复会 狼欢流言 亲自呼唤他出关 时间这么快吗 王轩起身 走出洞府 来到小院中